大家好我是總統 相信大家還記得以前那部退役巨乳精選 那今天我就來介紹幾位在近幾年大放異彩的巨乳現役演員 那可能有一些比較資深的老將不會提到 就請大家多多包涵了 首先第一位就是S1的虎南小姐 我個人認為她可以算是達爾文理論的精神代表 從出道以來她的外型跟演出就不斷的在進化著 讓人對她的評價從驚呼到驚嘆 作品實用度也是有值得飛越 毫無疑問是近期S1實力最強的戰將之一 而且她的推特每天都是美照連發 甚至在近期還開了自己的YT頻道 內容也是相當充實啊 是最近經營自媒體的成功案例 那我曾經擔心她進化太多 但是在親眼見到本人互動過之後 我只能說完全是我想太多啊 她真的超優質強力推薦 再來下一位就是我們的沙月小姐 並非從大手片商而是從DIPS這個 從SOD獨立出來的製作公司擔任專屬 所以一開始海外關注度其實沒那麼高 但是當她轉企劃單體之後 大家才發現她根本拍片鐵人 在短時間之內就累積了超驚人的作品數量 而且臉蛋不錯 身材又是超頂尖 瞬間就擄獲了大量影迷的心 我個人也是非常欣賞她啊 現場採訪的時候效果也是做好做滿 親和力十足 強力推薦的一位 緊接著這位 三手小姐在去年12月底 加入了邪惡帝國S1 我個人認為她真的是銜接上的那個女人 再次神秘消失的缺 身材一樣強大 演技也差不多爛 我個人認為安齋顏值略勝 但三手贏再多她一分骨感 看到目前的話 我覺得她自己不出什麼狀況的話 應該都還能當好一陣子的業界身材教科書 如果表演能力更強的話 那真的是有夠無敵了 算是絕對不能錯過的一位強者 接下來這位也是S1近期祕藏的優質新秀 清源小姐真的就像封面一再強調的 奇蹟之乳 形狀跟重量感都在畫面上 展現十足十的魄力 她給我的感覺有點像大學姐夢乃 但是能不能在業界活躍這麼久 除了身材之外 還有很多需要強化的能力 接下來這位賴明小姐 也是堪稱教科書等級的身材 顏值的部分可能就見仁見智 但是我還沒聽過有人覺得她身材不行的 在演技的部分上 也都表現得好像餓了很久一樣 實用性不俗 那之前根據業界傳言似乎有點狀況 所以近期作品量銳減算是比較可惜的 那接下來的安小姐 是近期加入Idea Pocket的一位新秀 雖然從出道前的宣傳就感覺到她的身材威力驚人 但是實際看到的時候必須坦承 她不太像Idea Pocket過往的新人類型 大白兔的部分確實很強 但是在Idea Pocket一向強調的偶像感跟臉 但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可能就不會給人留下太多印象 不過事實證明啊 只是前期在磨合 最近的新作品 每一部都有越看越順眼的趨勢推薦給各位 接著這位桃園小姐 好 我知道她嚴格來說不算是近幾年的演員 但是她在20年復出之後 毫無疑問成為了Fitch的台柱 甚至可以說是業界匈奴演員的代表之一啊 而且也算是開了逆兔女郎這個造型的先河 之前對她的訪問也是讓我覺得頂到不行 回答問題的風格有一種天真感 所以個人覺得還是要在這邊跟大家推薦一下 接著這位愛寶小姐也是S1在今年的新人 短髮造型又白又大 理論上應該是我會強力推薦愛不釋手的演員 但是說真的我目前看她的作品 還找不到那個實用的開關 有時候就是這樣啊 就像我也找不到 Jason Tatum打球好看的點在哪一樣啊 而且最近她雖然還在推特上 但是作品嚴重銳減 因為她已經加入了Kawaii當專屬女優了 接著就是在之前的主題精選也已經提過 147公分的昭田日葵 那她除了個子小之外 該大的就有大 那也因為這個比例的關係 讓視覺效果看起來更加驚人 而且我必須說啊 從SOD畢業之後 開始接觸其他便商的她 展現出更多可能性 作品也更加實用 例如說一樣是拍制服主題 就有不同的氣質 讓我相當看好她的發展 可是雖然這樣講啊 她其實已經在4月的活動宣布隱退了 非常感到遺憾這樣子 OK 接下來還是S1成員 就是這位易小姐 外型非常精緻 作品內容其實也不差 但我平常其實更常關注她的社群軟體 反而比較少看片 有一種買讀還出的感覺 追根究底還是要說啊 S1戰將真的太多 每個月看到後面 體力都已經消耗太大 沒辦法一次全部推薦給你們 好了 接下來看到這位友剛小姐 應該會有人說 欸 鍾子通你有沒有搞錯啊 她應該是老將了吧 那我個人是覺得啊 她換過事務所跟名字之後 其實外型也有改變一點 作品量也有上升 那我們就不要介意這麼多了 因為我覺得她改名後的作品也是頗為實用 所以我們就暫時放下 昨日種種要展望未來嘛 在這邊也推薦友剛小姐給大家 然後就是我們的寧寧 應該不用再多做介紹啦 剛出道的時候我只能說是 驚為天人 看到最近的作品也是 驚為天人 接下來是這位弱戶小姐 也是Moodys專屬陣容中的一員 出道的時候以清新甜美的氣質短髮造型 加上有料身材 瞬間收穫不少粉絲啊 那像在台灣的話 我有看過不少留言說 她長得像某個YouTuber 但是基於我的嚴重臉盲 所以我又無法斷定到底是像誰 總之在這邊推薦給各位 肉護理凡小姐 再來我們看到下一位日向小姐 當時出道我就曾經說過啊 S1又網羅了一名身材教科書等級的新人 那確實也是如此 同時能做到有苗條感又有料 真的是非常厲害 個人認為她也只是只差加強一點表演能力 就可以變成業界頂尖存在的一位 而她最近非常努力的在學中文 大家也可以去她的推特抱著禮貌跟她互動 相信她會很開心啊 不過在這邊也是要講一件遺憾的事情 就是大機率在10月的時候 她就會跟大家說掰掰了 再來這位最近的作品 大家應該都感覺到 我對傑城小姐也是產生了不小的興趣 原因無她就是她表演的實用度實在驚人 從Moodies一出道之後的作品 不管在數量跟內容上都是可圈可點 而且在大量的共演演出當中 也是十分搶眼的存在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建議你趕快加入粉絲行列 雖然她之前已經因為身體因素長修 但舊的作品都還是非常值得推薦給各位觀賞 我們接著看這位是 新奶小姐在eBody出道的新人 通常有一個特徵 就是身材都蠻有料的 但是臉蛋的部分 就像是在戳狀元驚喜包一樣 有可能給你The Brown Gems 也有可能給你Kwami Brown 那新奶小姐我個人覺得可以算是一個成功的選擇啊 身材肉的恰到好處 臉蛋也不錯 演出魅系角色可以說是非常之適合 現在作品不多 但我個人非常看好她轉企劃單體後的發展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不是小黃油 但卻是一款超讚的刷怪打寶遊戲 火炬之光無限 是一款唯一免費的打寶類型手遊 對於喜歡新鮮感的玩家來說 肯定是非常適合 每個賽季都會有專屬內容 而作為跨平台手機PC都能玩的遊戲 這是一款可課金也可快樂玩的遊戲 遊戲課金主要是在於外觀造型跟功能性道具 玩家只要選擇一個職業就可以開始遊戲 個性鮮明的英雄設計 盡情打寶無限掉落輸出 無CD的爽快戰鬥 創造專屬戰鬥流派 而且火炬之光無限中的技能 都是免費點擊即可獲得 所以只要你投入遊戲 它就能回報你的付出 9月8號就要開啟全新賽季 永恆迷城隨機地城 無限探索全新英雄 魔靈現身還有全新的英雄特性 更打造系統優化升級 傳奇調寶率提升到3.5倍 這麼好的機會還不快來把握 火炬之光無限輸入神秘禮包 Ghost 0908 打寶點燒香還可以領取限定好禮 接下來這位林賴小姐 有不少人跟我力推這位 那我個人覺得身材確實相當頂 但是之前我一度覺得 臉蛋不是我的菜 所以看比較少 但是前陣子就覺得 欸其實他有幾部的演出 真的非常投入 開始感覺到實用性 所以就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位 下一位演員 大家應該也知道我非常喜歡 就是天音小姐 或者我們現在應該叫他 星小姐 143的身高 卻要扛一個這麼重的兇器 真的是沉重負擔 但是演出時卻又時常帶著甜美笑容 真的是讓我感動到衛生紙 一張接一張的抽 但是他的狀況我只能說啊 撲朔迷離 還能不能再看到他的作品 也是未定之數 真的是非常可惜 再來這位 乙小姐其實也是老面孔啊 當年我也是跟他有一面之緣 但是他後來真的是全身造型大改變 不只細路大開 尺度也是大開 完全跟當時的感覺不一樣 那人氣當然也不在同一個等級啊 最近再來過TRE之後 肯定又圈了一波粉絲 那個銀白短髮 絕對是最近不會錯過的一位強者啊 接下來是水源小姐 讓剪輯一度以為自己的螢幕被調寬的演員 可以說是目前業界肉感風雨的代名詞 有時候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才可以開拓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就像是大鼓祥品的二刀流一樣 那從他的作品數量跟人氣可以證明啊 他的路線沒有錯 我之前的精選也是出現過不少次他的作品 推薦給各位 接下來就是夢見小姐 當初他宣布加入業界真的就是超級震撼蛋 畢竟是擁有實際成績的寫真偶像 話題性也是很高 但是加入之後發生什麼事 大家也都知道啦 除了出道作品之外 他的高人氣似乎並沒有很成功的轉換到作品銷量上 蠻可惜的 可能也是因為在這種更一目了然的作品 有些缺點就沒辦法隱藏啊 那另外一位雷聲大魚點小的代表 就不得不提到溫排小姐 攜帶400萬抖音人氣強勢加入業界 但是也是沒有化作實際的買氣 雖然在演出的表現確實相當吸引人 但是個人覺得看到目前並沒有一支決定性的優秀作品 期待接下來S1會對他量身打造新主題 接下來的這位是南條小姐 前陣子看了不少他的作品 對於這種有健康膚色身材又有料的演員 我一向是很難抗拒的 尤其是我之前也介紹過的同人改編作品 真的優質 不過目前看來真的就如業界傳言一樣 他已經默默引退 算是十分可惜 接著這位瘋小姐也是S1軍團的一員 當初在他出道的時候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精緻版的美股小姐 但後來看他的作品就覺得好像不能這樣講 因為在表演的能力上還有一段落差 不過在身材上確實是沒話說 個人覺得要是他有演技真的有美股等級的話 那就應該像是歐尼爾有的外線一樣的可怕 接著就是雙片商專屬的異材 從神出身的蝶小姐 雖然一直有人會詬病他太過精緻 但是在封面就已經決定70%勝負的業界 長得精緻不是壞 事實上這也反映在他的人氣上 再加上他的演出也頗具水準 所以依然是一位我會推薦給大家的優質演員 再來看到這位在2021年底拍了三部出道作品的美波小姐 相信只要是匈奴影迷就算想要忽略他也是很困難 因為他的產量真的相當驚人 再加上戲路也是十分寬廣 所以我也是看了不少他的作品 我個人的話會說我不會從顏值上推薦他 但是想要看實用作品的話就值得一看 接下來也是要介紹一位S1的演員 這位是安達小姐 他給我的感覺其實跟Moodies的肉戶有點像 一樣是清爽短髮加上優質大白兔 其實他的作品也是很不錯啊 不過問題就是在重新雲集的S1當中 要脫穎而出真的必須要非常努力才行 接著要看的一位是嬉笑小姐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位 因為當初打著雙片商專屬強勢出道 但是蠻快就轉成企劃單體 當然有不少人轉企劃之後發片能量更強 戲路也更廣 但是我個人看的話嬉笑小姐就沒有推出 太讓我印象深刻的作品 真的是有點可惜呢 接下來這位是嬉笑小姐 當初在年度排行也曾經提過 他那個時候很多人是無法理解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銷售佳績 只能說還是有很多肉感派影迷 平常不出聲但是花錢絕不手軟 再加上這次TRE大概也是讓很多人 見識到他的優質 OK 我們再看到這位子光小姐 有時候看他都會以為他已經入行很久 其實沒有 他在20年的年底入行 但是他在21年年底將自己改名 然後前陣子又改了一次名 那出到當時就享有聖名 甚至還有神辱接班人的封號 但後來看他的作品 會覺得他跟安齋的路線真的不太一樣 但是有不少作品仍然展現了優秀的實用性 最重要的就是他都會發片敬業很多啊 再來這位櫻小姐老實說 我是先看到他的推特 然後才看到他的作品 所以其實我有一點像是打開泡麵的包裝 那種心情 當然他還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演員啊 只是跟我的期待就有點不同 然後又是一位S1戰將 節約小姐 清新脫俗的女大學生風格 再加上優秀的身材 我一看就覺得 欸 這個大眾 還有人說他有些角度神勢知名啦啦隊員 再次強調我臉盲 所以不太敢這樣講 但是不管像不像 他的優質程度都不需要懷疑啊 肯定就是你要追蹤的一位強力新人 接著看到這一位是小花小姐 也是一位不管作品數量跟內容 都頗為優質的演員 顏值不俗 再加上真的是又白又軟 演出超投入 作品數量還多到不行 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可以說是很難錯過的一位優質大白兔 肯定要推薦給你各位啊 然後這位是找見小姐從SOD出道的演員 身材就像是出道作品上說的一樣 破壞力拔群 而且從學生到太太都可以演 雖然說臉蛋不算是第一眼就會著迷的類型 但是也是頗有潛力 那接下來也依然是S1的新生代 他們真的是把業界比較大的新人都先看過一輪了呢 那這位就是東雲小姐 在去年11月份的精選也有提到 單論臉蛋的話 我覺得他比主模型那位更頂 身材也是有料 在近期改名漁野之後 就不會再有人認錯了 但他的優質你還是千萬不能錯過 然後接下來不能不提的一位啊 SOD的超大悟新人戀淵小姐 有多大悟呢 他以M罩杯公務員的身份出道不到一年 推特就已經突破50萬人追蹤 我在日本見到本人也是只能讚嘆 那對兇器的破壞力真的太強 相信大家在訪談影片中 有已經見識到我當初有多暈啊 一定要推薦給各位啊 那還有一位演員 也是我之前超級推薦的一位 就是白花小姐 作品數量並不多 但每部的實用性都非常頂 肉感的恰到好處的身材 還有那個極度魅惑的眼神 再加上我覺得合作的導演 都蠻知道怎麼拍他的 綜合以上要素可以說是我近期的實用冠軍 可惜的是最近他的社群已經消滅了 有很大的機會不會再看到他的新作品了 很遺憾 看到這邊大家應該也知道 今天的最後一位演員 就必須得提到SOD的另外一位龜寶 也就是神木小姐 可以說是目前業界身材堪稱無敵的存在 而且本人也是仙氣滿滿 身高又高 人還很親切 簡直是上下兩路毫無破綻 如果說要選出2022最強新人 我有很大的機會把手中的票投給他 就是這麼的優質啊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演員推薦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鍾子通 我們下次見 當然感謝你的收看 也請務必在影片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其他平台 包括Instagram以及Podcast 那也別忘了 終止通一下的YouTube會員開通啦 想成為我們的呼嚕通粉嗎 趕快加入我們唷 請務必加入謝謝 謝謝再見 請進